新北市選委會公告 從8月27號到31號 連續5天開放市長 市議員參選人登記 其中爭取連任的 新北市議員林金傑 騎著腳踏車來 並且有3位挺著大度的 准孕婦陪同 除了強調爭取的婦女政策之外 還有希望為自己 帶來連任的好運 我們為了鼓勵 我們這個年輕的這個婦女 要多生 應當要祭出更多的 我們的這個紅利 讓我們的這個年輕人結婚 能夠敢於這個生小孩 在登記的好日子 特別帶了我們的這個選民 有3個媽媽 帶來的好運到 那麼也希望陪同金傑來登記 能夠讓我們的所有的 新北市的這個市民了解 金傑在這個連任之後 一定會舉例的 讓在議會來爭取更多的福利 給我們的下一代 相較之下 多數的現任議員 都是自己單槍匹馬來辦理 會擦出不同的火花 尤其呢 這個市政呢 雖然是延續的 可是他可以用更多不同 這個更多元的方式去完成它 所以我經常把自己的想法做一個調整 去適應新的開始 每個候選應該都可以感受到是一個很強烈的競爭 生死關頭 那當然我們要一個平常心來面對 因為過去這四年 過去的這段期間 我們到底做了什麼 那也讓我們的選民都很清楚知道 那我們到底做了多少努力喔 所以相信很多候選人如果很用心的寫他的證件 希望大家能多看這些證件喔 因為這幾年來大家到底做了什麼 未來有沒有這個開創性 我想這是很重要來審視候選人的一個標準喔 不管是新秀還是老將 參選人都先得把這一道登記的程序走完 對他們來說 數十年的服務歷程 是一份為民爭取建設的堅持 不管競爭再怎麼激烈 始終都會堅持為民服務的想法 現在都年輕 然後新人備出 對我是壓力非常的大 但是我們還是一樣喔 就是背水一戰 那不管是年輕 像我們這個資深的 一定還是要全力予付 因為年輕有年輕的創意 我們比較有經驗的 也算是有經驗啦 這種東西在議會也沒有人會教你 那一定靠自己的經驗 然後累積學習 這是一個智慧的成長 有人說民運如流水 那你以前有怎樣的成績 並不表示你每一次選舉 一定都有這麼好的成績 所以每一次選舉都是一個新的開始 就是平常腳踏實地 認真努力的做 那希望得到選民的認同 選舉就是要做事 然後人民看得到 那當然在平常 我每一天都在選舉 每一天都在跑 所以這個不是隱形人 那開會我是前勤 24年來沒有一天不在議會裡面 所以人民所需要的 別人在講的 我都一清澳楚 除了議員的登記之外 市長里長登記也在這幾天進行 市長議員的部分 在選委會進行登記 里長的登記作業 則是由各個區公所來辦理 中家新聞 林立五六樓梵綱 板橋報導